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欢迎大家收看这个节目《新淫透视》 让我走前一点再讲一次 欢迎大家收看这个节目 《新淫透视》 好 我是快必 他是梓健 好像是 我今天面色很红润 而且比较黑 你是不是喝得走 我早两天去了大婴山 在大婴山游泳 晒太阳 很开心的 玩了几天 非常之好 不用去其他地方旅行 有什么玩的 大婴山 游泳 玩UNO 还有吃海鲜 相当好开心 七个人 年大年小 带我一只狗去大婴山 宿营三天两夜 非常之开心 又便宜了 香港应该也便宜了 每人玩了四个水 三天两夜 包食包住包麦包麦 四个水 好弱 不包九冬费 九冬费就是各自自己给 五个水 加上去 那天坐船去大婴山 除了带狗坐船 狗是可以坐船去大婴山 不过要坐漫船 一小时 还有那辆漫船 就是要坐它的下层 即是很大的电油味 那人也要陪一只狗坐 坐漫船 下层是十四个多 那只狗是十五个多 即是狗比人 为何 狗比人 因为我认为 不是一般的东西 一般就是一般的价钱 一般以外的东西 就是特殊一点 特殊一点就要贵一点 但是坐的位置又要特殊一点 他没有位置坐的 他走来走去的 可以吗 他要戴口罩和戴狗链 就去大婴山 我坐船进去大婴山 除了戴狗之外 这麽大的儿子 未试过 同一条棺材一起坐船 因为那时 有一班人 老母子死了 搞完法事之后 就带了棺材进去大婴山 土葬 我估计 就是同一条棺材 和一条狗一起坐船进大婴山 早两天 很特别 整个画面 整个画面挺好的 我还拍了一些片 有机会在YouTube看 我放上YouTube 相当好玩 那棺材放在哪裏 棺材未放在旁边 一架船的入口旁边 打横放在那裏 挺脆味 是的 所以李克强来香港 我先听他的正题 李克强来香港 应该去参观大婴山的公屋 大婴山也有公屋 尾湾村 好像叫做大婴山的公屋 不用去三几湾 还是何文田 可以玩一下 好了 今次李克强来了 各大政党将会混身解数 将会 是吗 我这早上一边吃 一边做节目 可可李克强来香港 李克强是否将会是总理 如无以外 即接替哪个人 是映帝 温家部 温映帝 温映帝 证明了余杰他批的东西 又跳约思维说一句 那次大陆高铁 是 是 他说不及来是因为他生病 是 但后来大家都知道 他接访外奔 是 那十几天 我又不明白为何他说了大话 因为他不说接访外奔 起码都这么简单 这样的大话 这样也说得出的大话 谁知道 就被人踢爆 踢爆到更加 顺理成章 成为我们香港第一 不是 中国第一影帝 是 我觉得他应该和汤维拍一部 四级三级片 好 是 叫我解释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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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自己懂事 你什么都不认 是 接着 我看到王光雅也有来 你是什么来,哪里 来到香港 和阿哩一带来 和 李克强一带来 和李克强一带来 这次王光雅肯定不是焦店 各大政党又有什么 想起来 是 要 从正面来说 一定要表達自己的意見 從另一個角度說 今年選舉年更加要表達意見 即是做事 當然一定要做事 正常的 也不是很負面看這些 他們做了什麼呢 都是那些事情 讓我夾麥克風來講 不要夾在這裏 政黨中國人做什麼 民主黨將會遞信 社民連如武以外 遞信是說什麼呢 懇求國家開恩 不會這樣的 民主 我們要民主 廢除交能組別 廢除交能組別 其他政黨會做什麼 公民黨我估計都是差不多 社民連有個位置要衝一下 人民力量當然要包一下 應該是這樣 如果每個政黨都有自己的模式 都是這樣 做得多都是沒什麼創意 創意謙奉 大家可以 那應該做些什麼 見到利克強 如果呢 如果 從民主黨先 民主黨遞信 我覺得是不夠的 遞一些東西 遞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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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遞招去遞招 遞月餅 月餅 中秋節 這麼多月餅廣告 陳豪也有 陳慧琳也有 樣子比較壞 陰獅子 整個 月餅裏面就是陰獅子 正面一點 其實每個月餅 每個月餅 做一個 譚作人 劉曉波的樣子 送給他 也好 希望他們 擺脫老土 擺脫老土 會收了些什麼 茅台酒 茶葉 中秋節是一個大節 那就是那些 是行會高官的好機會 國安呢 國安就會約那些 即是有些議員 或者有些人士 會見面 整天都 都會送些禮物 我知道最多是送紅酒 給善仲佳 聽他說 為什麼 善仲佳很喜歡喝紅酒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送紅酒 還是善仲佳很喜歡 送紅酒 和韓英年有關係 茅台也有 就說善仲佳支持韓英年 具體來說 他其實可以送這些東西給他 是 他都喝不完 反過來賄賂他 不 我送給他 你帥氣一點 送給你 你的馬仔送給我的 我其實不想要 我現在轉送給你 轉送給你 這個可以 refund朋友給你 這個可以 是不是 當時你要有時候 性情難缺什麼都好 我不理他 其實既然收了 你就給他 又或者 你將這些物資 調轉諷刺些 是 給國內的朋友 雖然小小的 是 為何不行 李一強給你馬仔 給他們吃 不要買太多給我們 不要 香港不流行 是 很多 是 是 你才會吃 即是 你遞得來的諷刺 也不是真的很激 是 是 為什麼不可以送紅酒 送月餅 你 你就算 保安 都不會難我 我想送酒 送月餅給李一強 你怎麼難我 我又不是訂請完訊 但是訂請完訊 隨時 食招都有權 告訴你 是 是 會隔開你 是 這樣 好了 講完民主黨 講其他 其他政黨 四民連 又是沖沖沖 沖 沖 坐高鐵 落油油 是 或者全場 這麼多政黨 集體整部厲害的 放進去 就不斷播小明上溫州 小明上溫州 坐高鐵 落油油 這樣 播給你聽 他怎樣 蘋果可以找回那首 小明上溫州 即是播出來 連在這裡有條link 是 重溫一下 小明上溫州 有什麼不沖的方法 或者還有一些好一點的 不沖的方法 即是 或者沖得來也有意思 沖得來感覺上 不要離離離離 搶咪 搶一些東西 是 立法會議員 應該會不會跟李克強 有會面的時間 我想應該也不會有這個機會 不會有這個機會 不會 上次黃瓦也不會 我估計今次也不會 即是他會整間酒店裏面 其中一圍兩圍 一是立法會議員 然後隔幾十萬像院 那些 基本上 然後 立法會議員 不算是需要 肯定來的時候 就要遞封信給他 遞封信給他 是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立法會議員 真是 是很若雞 其實這次李克強來香港 是 即是叫做看策文情 以及剪載 剪輯 新政府總部 今天是星期二、六的 今天是星期二、六的 《偷工減料》 切大腸切了整個子宮出來 分不到醫生 腸和子宮分不到 是可以切錯的 是 不如你做心臟手術 做一個腦突然間衝血 死了又死於意外 甚麼都是死於意外 當然是意外 那些醫生等等 都不是謀殺 政府總部偷工減料 是 怎樣偷拍 不知道 我怎樣知道 短妝還是甚麼 可能是裏面很多的東西 都未齊全 材料 就不是用好的材料 等等 大家看蘋果 不用 就跟蘋果賣廣報 你是偶像支持者 蘋果 是的 不要緊 可以 就賣吧 我都喜歡明報 當然 就賣吧 有甚麼所謂 我覺得李克強來香港 最好是怎樣 救急事 就是遲些去機場接他 或者提早去機場接他 好像大運會一樣 我一定要說大運會 然後就沒有車搭 然後就沒有車搭 我提早來接你 我提早來接你 李克強 現在的車子離開了 讓他感受一下深圳大運會的問題 是 也算是世界城市 大學生運動會 全世界所有大學生的運動精英 都聚集到深圳 這個大國的勃起 深圳是我們中國 第一個開放的城市 第一個特區 很多香港人都喜歡上去深圳消費 平時上去打火鍋 賣日書 大運會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提早了游泳 游泳賽事提早了 這件事很諷刺 很愚蠢 有很多香港的運動員 就是游泳運動員 其實已經提早去到會場了 他已經很聰明了 但都不夠早 他去到的時候 大會就說 我們剛剛游完 明明電腦那裡說 11點才游 為什麼你10點半是游 是啊 電腦的時間表只是作參考 我們隨時會隨機應變 所以你是要聰明一點 自己說 要執生吧 你不執生就不行 除了香港的游泳運動員 受到很無辜的牽連之外 包括巴西 以色列 捷克 捷克 南韓等等 都是被缺席的 但很奇怪 為什麼只有三名 是否真的三名可以下水 是啊 有一場只有三個人 看到水很冷清的泳池 不是 問題就是大陸足球吹黑哨 游泳也有問題 為什麼只是游泳三件 即是游泳池 即是游泳池 你們搞定他 我給你游泳池 到最後你們自己爭 其餘一天 回家睡覺 是啊 我覺得為什麼會三個人 又不是四個人 又不是兩個呢 如果只剩下一個 他能否比賽呢 究竟 剩下一個人會怎樣 自己游 慢慢游 破世界紀錄 最慢的都可以 都拿到冠軍 厲害 香港的領隊 就向大會即時進行投訴 但是就是不獲受理 令我想起 很多人都說 大陸 只是他說沒有你說 大陸的法律就是法律 有他說沒有你說 不獲受理 大會就說官方提供的時間表 只是預計的時間 大家留意一下 官方所提供的時間表 是預計的時間 所以我想起2017 究竟這麼真事 都是預計的時間 預計的時間表 即是那些民主的時間表 全部都是預計的 即是 令我想起老順 差不多先生 是不是老順 是啊 沒錯 不是 差不多先生是老順 差不多不是梁啟超 老順 阿Q精神 差不多先生 中國人的劣根性 100年來都是沒有改變過 沒錯 但為何可以這樣 我始終不太明白 畢然世界大事 怎會這樣 我都覺得很奇怪 你自己做裁判 他都覺得奇怪 為何三條都落水 我不太明白 這個邏輯我搞不定 對於大陸的 這個國情真的很詭秘 是不是 很慘 我見到一些游泳運動員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說我們領隊已經投訴了 但是屈樂受理 可不可以重賽 不行 全部不行 你吃了四包 就是這樣 大陸就是大陸 這裏就是大陸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次深圳政府 搞這個大運會是成功的 他成功披露了我國國情的黑暗面 當我們經常說 很多歐洲的朋友 我最近也認識過法國朋友 他都說你們中國很大國崛起 經濟很厲害 很厲害 我們怎樣說呢 都是很單向性地跟他說中國的問題 這次大運會 我想全世界都很難明白 這個就是中國 中國的國情就是麒麟怪 麒麟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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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麒麟的方法 麒麟怪 真的很喜歡這個 麒麟怪 這個 還有草勵馬 這些都是神獸 麒麟怪草勵馬 真是一次深圳政府就可以搞定了整個中國的國情 全息是怎樣呢 很簡單 是 有什麼投訴 如果你是那個運動員 我看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那種失落 即是你那個運動員 好聽嗎 這個大運會幾年一次的呢 是不是都是四年呢 是我不認識的 大運會都是四年 都是不會來練搞的 都是幾年一次 那些運動員幾年的努力 就是希望在這個運動會那裡呢 表現出來 表現出來 對 游泳就游泳 劍擊就劍擊 是吧 打球就打球 但是去到竟然這麼諷刺 蛤 我準備了幾年 就是因為你提早了半個小時 搞到 我準備了幾年都 他可以怎樣 最慘的 你想一下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你投訴員都沒有用 是 你更加讓世界知道 那些運動員都代表一個國家 是 他都投訴不行 你何況那些平民百姓 譚作人等人 是 即是趙連海等等 是 你怎樣投訴呢 你想到 但是呢 你又不要怪深圳政府 或者主民機構 是 最差的是什麼呢 麻煩你巴西捷克南韓 全部國家隊 最少在游泳 或者某些全部項目 全部退出霸板 叫做什麼 杯葛 杯葛 你不改 你就杯葛 杯葛 你現在整個世界 那些人都是沒有吉士 你不要只是中國和香港 是 杯葛 你捷克和南韓等人 你沒有權 你這樣對不住我們 這些運動員 我們便杯葛 最少外交部 是否應該提出 嚴正的抗議 是這樣的 即是官樣文章 都要做一下 但我又覺得 今次就不見有 不見 這件事 令到我覺得 是匪夷所思的 因為其實 在過往 在奧運 亦都有一些個案子 都曾經是因為這樣 即是類似的失誤 有些個安排 是 政府是出聲 譬如台灣 大家記得台灣 台灣 如果沒有記錯是游泳 應該沒有記錯是游泳 我提早 對不起 台拳道 台拳道 那台灣人 亞運會 對不起 說清楚 亞運會的台拳道 台灣的選手 在台拳道的比賽裏面 已經贏了 但是忽然間 又說他不可以比賽 大家找回資料就知道 就說他不知什麼犯規 但是完全是 找不到證據 誰是主辦單位 中國 亞運 所以真的 中國什麼都有 大家可以 大陸什麼都有 大家可以留意這段新聞 然後台灣政府 中華民革政府 都提出抗議 表示 當然 造成當時 當年民進黨的議題 要求成全好杯葛 道主也沒有杯葛 但是最少都造成一種壓力 或者是跟這些運動員 都可以 諸解他們那種屈悶 或者不滿 立法議員 誰 霍鎮庭 是不是 他是高能組別 他這件事 他都沒有出過任何聲 怎會 他只是送那些運動員去的時候 就握手 送花 有威就出來拿 有責任 又不可以扶 這些人 從大運會 你就可以看到中國的騎 即是中國 你見到現在 今時今日 當你見到以為很好的朋友 這些簡單的事情 都可以做得這麼不負責任 你可想而知 其實整體的中國 正是在這些不負責任的政府當中 是管治的 高鐵 高鐵 大運會 他口口聲聲 世神癱願說 現在在搞那些核電廠 陽光 廣東省 廣東省的陽光 三十多台核電廠 為著 林鄉康快死了 真的很危險 是呀 我這條招 不及決 我留下集再吃 好 拜拜 拜拜 好 我原來 不好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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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